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雅各苏第二章,这是我们第二轮的读经 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14到26节 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许多人认为是雅各苏的核心思想 就是关于到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过好几次 雅各苏跟看重行为在信心的表达里面的这种的关系 用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就是说 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信心 对上帝的信心 一定在行为上有一种相称的外在体验 外在的体现 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有信心 我们一定会从他的行为当中来看得出来 这是雅各苏这个段落 或者整卷雅各苏所看重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怎么样来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呢 我想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一点点的分析 第一,雅各苏的作者提到说 如果信心没有行为 那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这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 他说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那就什么益处都没有 对自己没有益处 对别人也没有益处 如果看到有人没有衣服穿 又没有食物吃 我们只是带着信心的 对那个人说 你还有信心 愿神赐福给你 愿神带领你 那他说 这样子的安慰的话 这是虚假的 这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只是说他对神有信心 却在生命当中没有乡村的生命的体验 体验的话那这一种的信心是虚无的 就好像一种安慰的话语 但是却没有跟着实际的帮助 对当事人来讲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有信心没有行为 这是没有益处的 第二 经文继续说到 他说有信心却没有行为 那是看不见的 对吗 在第18节那边说 把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 然后我把我的行为 把我的信心显给你看 那哪一种是看得见 这不是实用主义 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一个人只有嘴巴里面说有信心 但是却表现不出他的行为 那跟那一个用行为把信心呈现出来的 我们发现到后者是更是强而有力的见证 因为人看得见的是信心 而不是那看不见的行为 所以这段经文当中提到 这是第二样 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帮助 有信心没有行为 没有任何的益处 有信心没有行为 那看不见 你又怎么样去体验到 你又怎么样去见证到 所以在接下来 这个作者就提到两个的例子 一个是反面的例子 另外一个是正面的例子 反面的例子是提到魔鬼 他说这一种的信心 没有行为的信心 魔鬼也有 魔鬼反而可能就是那个的施主 魔鬼难道不相信有上帝吗 他相信他见过上帝 在圣经当中有好几段的经文谈到 上帝魔鬼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控诉这个控诉那一个 魔鬼不相信神吗 魔鬼相信 但是经文说什么呢 魔鬼的相信却是在战斗当中 却是在惧怕里面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相信神 他对神有信心 但是却没有行为呢 那这就好像魔鬼一样 魔鬼也没有因着他相信神的存在而带来的行为 相反魔鬼的行为真是要去破坏 真是要去抵挡神的存在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一个人有说他自己有信心 他相信神 但是他却没有这一个相应的行为 没有因为信心而带出来真实谦卑美好的行为 那么这个人就好像魔鬼一样 这是这段经文给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正面的例子 在正面的例子当中 作者就提到两个人 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信上帝 那他就把儿子献在祭坛上面 所以经文说 他不单单是行为称义 他不单单是信心称义 他也是行为称义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信心跟行为不是对立的 信心跟行为像是银角的两面 一边有信心 另外一边就把那个的信心 借着行为 借着摆上自己的儿子以撒来显明出来 因此上帝看亚伯拉罕为义 这是第一个正面的例子 第二个正面的例子 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提到拉荷 拉荷那一个在以利哥 住在城墙上面的妓女 他也是因为对上帝有信心 他就救赎了以色列人派来的探子 因着他对神的信心 他就被拯救过来 他的信心是怎么样呢 就在于他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守住 也要保护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 他的信心是有行为来去呈现的 因此我们看到第十二章这一边 就谈到有信心没有行为 没有益处 也看不见 然后提到两个的例子 最后就做一个的总结 那个总结是什么 那个总结就是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节 有信心没有行为 那是死的 这个表达方式出现了两次 在第十七节出现第一次 第二次就提到好像身体没有了灵魂 那就不过是一个的躯体 那是死的 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常常在这四礼拜讲到 躺在我们后边的就是躯体 有身体 但是没有了灵魂 保罗讲亚格斯的座子说 那是死的 就好像这个尸体一样 如果一个人他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那也是死的 我想这段经文其实蛮直接了当 挑战我们 也激励我们 但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 但因为基督的信仰 那常常就是很实践的 我们要在生活上来去把这一颗里面的信仰 给活出来 给彰显出来 因为信心跟行为 那是引脚的两面 那是基督徒生命的整体 内在的信心 外在的行为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透过这段经文 再次让我们看见 我们对你的信心 需要透过合一相应的行为 来彰显出来 愿你继续带领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